中央纪委和中央有关部门今天召开全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电视电话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指示 总结交流十年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经验 对下一步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为继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一定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充分认识加强反腐畅联建设的重大意义 认真研究解决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切实负起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政治责任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全党动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局面 财国强指出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要紧紧围绕责任分解 责任考核 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 细化工作责任和目标要求 将责任制落到实处 一是要加强对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监督检查 严肃党的政治纪律 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切实把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二是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抓好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推动中央农村改革发展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三是要认真贯彻建立健全城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 着力抓好查处一批腐败案件 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解决一批领导干部违反连结自律规定的突出问题 出台一批反腐畅连制度规定 推进一批改革措施等工作 贺国强指出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关键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纳入党委政府的总体工作规划 通盘考虑协调推进 各级领导干部既要严格遵守连结从政的各项规定 又要切实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做到工作职责和掌握的权力管到哪里 党风廉政建设的职责就延伸到哪里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抓好组织协调 加强督促检查 实行分类指导 保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主持会议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出席会议